其实他也想有个漂亮的家,先要准备一个烂鱼缸,在鱼缸的底部打上发泡胶,把格子板粘在缸底,随便找上几块松皮石在缸里面围成一个圈,正前方再点缀一块,加入木粉并用骨架胶把石头固定在一起,把缸转到侧面,把水泵调水开关去掉,换成生化棉,在石头缝隙底部塞入生化棉,用发泡胶堵住石头缝隙不要盖住生化棉,在石头后面放上水泵,倒入青石做出水位,在青石上面铺上干水台,找个东西把水台压紧,倒 倒入赤鱼土,把鱼缸转到正面,在上面一层继续添加松皮石,放上一个乌化仓,在乌化器两边各放一块石头,用骨架胶把出水口固定在石头上面,用发泡胶做出河道并遮挡乌化仓,把乌化器放进乌化仓,出水口接上三通卡进乌化仓,发泡胶半干时按压塑形,在河道上面撒上醋合砂,种上一颗迷你椰子,再种上一颗浪尾爵,最后在石头缝里种上两颗仓谱,加入赤鱼土盖住植物根部,用纯 纯净水把土壤全部喷湿,铺上提前准备好的短绒苹藓并轻轻按压,用生化棉盖住乌化仓顶部,用一块短绒苹藓盖住乌化仓,在鱼缸底部加入细流沙,倒入准备好的纯净水,打开乌化器测试乌化效果,放上一条可爱的小鱼,最后再放上一个小摆件,完成